请收看台湾向前行 欢迎收看台湾向前行 台湾向前行 我是孟琪 战斗篮集结挺巧心 好那么党主席朱立伦又赞瞎说巧心是战将 获得两大靠山的力挺 这也难怪巧心越来越犀利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好怕的啊 一旦党内同志像是家凯 讲几句说过句话比较不喜欢听的 比较不喜欢听的 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建议党中央 要不要给他党纪处分 要不要下令全面聚上 比较轻率的政论节目一个月呢 为了挺许巧心 国民党真的要这样聊下去吗 真的要想清楚耶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到的是 阿贝真的出事了吗 柯文哲最近无大案缠身 昨天柯P是先就北市柯案 青上火线 呛议员自以为是 说这些权利金的价格啊 人家至少都找了三家有牌的估价师估算过哦 难道这些议员会比他们还要专业吗 那么今天蓝绿议员非常罕见 炮口一致好先是国民党这边有时会跳出来 回击科P赖天赖地赖别人 接着是绿营的林延峰抛出新的市政 现在就等着看科P要怎么样来接招了 我们稍后一起来了解 好我们赶快来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第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大家平安 好接着呢我们欢迎到的是民进党新北新议员 卓冠廷 孟奇好大家好 左手边我们欢迎到的是财经专家徐清皇 孟奇好大家好 好稍后呢还会有国民党前中常委田方伦 以及资深媒体人温生温大哥都会加入节目讨论现场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战斗兰集结力挺徐晓星 这口号喊得正天响 不过实际响应的到底有几人 一起来看 支持徐晓星 勇敢向前行 机密不是民进党的遮羞部 事实上我已经委托法学专家跟律师 到时候请委员们提案 战斗兰集结挺徐晓星 赵兽康放话已找专家学者讨论修法 而且每位到场成员手上都各拿一桶糖果 要外交部乖乖直求对决 特别准备了那个乖乖 断了一下是被绿营攻击的满月 我不后悔我会坚持追装到底 我们会继续执求对决 之前还有很多人到我的家里前面去 没有抬官那个不是官那个是浅见 徐晓星才泄密红线争议 不是每位战斗兰成员都认同 新北议员吕家凯就曾在政论要求 徐晓星道歉 事后却传出遭徐晓星怒呛 秀赌会对 我是从来没有说过 我有跟家凯私下有过任何聊天记录的 太多人告诉我 他只要在上绿营的节目的时候 有机会就说 徐晓星他欺负我 他霸凌我 他骂我 他说秀赌会对 那我觉得做人不要这么双面 他跟吕家凯的那个友谊小船 好像已经烦了 他们本来有友谊小船 在那个环境下 有时候比较不好意思 在方面说一些比较吐槽的话 身为这个国民党党员 对我们这个努力揭毙的国会员 就应该要一起来就是支持 陈玉珍跳出来当何世老 喊话兰莹团结一致 兰莹现在要团结一致 他的目标就是要全力 要力挺徐晓星 不过我先来请教亲黄哥 昨天战斗篮这个阵仗一字排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一人一统乖乖 那到底有谁出席呢 目前我们看到的名单 有马文君 赖世宝 罗志强 这个一定要帮他们唱名一下 陈玉珍 林沛祥 徐欣盈 牛许婷 叶元芝 以及五党级的高金素媒也去了 另外呢 这个议员的部分 还有张思刚 那林国春这也是委员 那议员还有江怡珍跟林清洁 哇通通都造场了 这个阵仗给他排出来 我先请教一下亲黄哥 目前我给他数一下 大概九个立委三个名单 说真的这个阵仗 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他没去的会不会有压力呢 这个阵仗是有玄机的 那为什么有玄机 首先我们先把徐晓星的部分 分几个部分来讲 第一个是 他是说他被绿营攻击满一个月 可是呢 真正精准的讲法是 徐晓星自爆家族成员 涉及诈骗洗钱案 不断的自爆内容满一个月 这才是真正的状况嘛 因为不是绿营发动 对于这个 对于徐晓星的攻击 而是徐晓星自己先 自爆家族的成员 涉及到诈骗 涉及到洗钱 同时他抛出来的几个数字 包括2000万这个数字 包括他一直讲不清楚 然后改了好几次定义的 100万这个数字 甚至100万 后来变成是分两次 50万50万的汇款 请问这些资讯以上是谁丢出来的 是徐晓星自己丢出来的呢 所以你说自己被绿营攻击满一个月 不如说是你自己自爆的内容 被大家讨论满一个月 这才是真实的状况嘛 那真实的状况讲完了之后呢 来讲一下 我们刚刚为什么说 战斗篮力挺徐晓星 这件事情有玄机 首先先讲结论 战斗篮力挺徐晓星 是要把这件事情 从诈骗洗钱的本质 把它转变成是 蓝绿对决的本质嘛 因为一旦变成蓝绿对决的话 它就模糊掉原来徐晓星 家族成员涉及到诈骗跟洗钱的焦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方式 它是用蓝绿对决方式操作 但是为什么我们说 里面是有玄机的 来大家看一下 这个图上面 这个图上面你注意看 虽然战斗篮看起来有11个人 包括赵少康在内 出来支持徐晓星 可是等等梦奇 你知道战斗篮当初赵少康发起的时候 有几个成员吗 三四十个最起码有吧 超过 超过 一开始的战斗篮成员又有71个 71个成员 那载一列出来 请问这算人数算很多吗 还好吧 高达七分之一啦 高达七分之一 梦奇的公子非常清楚 高达七分之一 公子要比较稍微往下比一下 因为数字看起来人数显然 好像没有这么的多 但是这出来里面 为什么说有玄机呢 首先第一个 你先看 刚刚梦奇是不是讲 里面有几个议员 里面议员有谁呢 有一位就是我们也会上 之前也会上我们节目的林金杰 他是土树三英 然后呢 还有江宜珍土树三英 这贯庭的东书哦 贯庭的同事呢 但是两边政党不一样 在土树三英这边实习的议员里面 国民党占了五席 然后里面就绕了两席来 请问是什么意思 这两席只要票如果冲高的话 把吕家凯的票拉走的话 这就是标准的剑职吕家凯的意思嘛 这是要给家凯压力啊 是而且大家在想一件事情 请问在立委选前的时候 林金杰有表态加入战斗栏吗 没有嘛 所以林金杰呢 这一次里面呢顺势加入战斗栏 指标意义十足 但是呢这个剑职吕家凯的意味更是浓厚啊 所以呢林金杰说 在礼拜三的时候呢 哇要上街去力挺徐晓星 所以你看这就是标准的 把整个态势打成蓝绿对决 但是问题等等 我们在问的事情 一直都不是蓝绿对决 我们在问的事情是 徐晓星家族成员里面的金流 有没有跟他那一百万是有关系的嘛 那一百万那个不分蓝不分绿吧 是然后呢在这个图上面 除了我们讲说 这个林金杰跟江宜珍很突兀之外呢 另外是马文君也出现在里面 然后呢这个你看那些相关的成员呢 都会让你觉得说 这里面战斗篮其实也没有这么多人啊 是这个完全要挺这个 这个徐晓星的 而且最妙的是谁呢 最妙的我们我们常常 这个这几天都要一定要讲到他是谁 讲到江启臣嘛 因为江启臣你注意看啊 这一张图是我把它整合起来 什么意思呢 看起来江启臣是力挺徐晓星对不对 那你知道在这前一天的新闻是什么 是江启臣上广播节目上面 告诉大家说 讨论到机密的文件 徐晓星是受文者 你处理的方式就是两种 一个是请赵伟召开机密会议 然后到里面去询问外交部 第二个是你徐晓星也可以找外交部的人 到会议室里面去问他嘛 你没有把机密文件直接摊给媒体看的嘛 是这个行为有问题嘛 但江启臣为什么前一天后一天 有这么大的转变 因为很简单啊 你知道江启臣脸书去看啊 被出征了嘛 被呛瞎了嘛 被徐晓星的粉丝也好 网军也好 看起来他被出征之后呢 前一天后一天5月8号跟5月9号 这一篇是5月9号的新闻 5月8号跟5月9号显然内容就大不同 而且现在呢 整个案子里面所丢出来的内容 来大家再看啊 请问这个案子跟徐晓星的本案 是不是差得非常的远 这里面看到是四叉猫要申请 徐晓星家前面的入权 这跟原本那个大姑万一件完全没关系 完全没有关系 而且这个四叉猫为什么要去申请入权 因为徐晓星说说有人呢 在他家前面的鬼鬼祟祟 疑似跟踪他 他说要用跟骚法的部分 去对警局去报案 但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关系 来你看啊 这里面呢 台北市警局松山派出所的所长 出来告诉大家说 经厘清之后 未发现有跟骚或有妨碍秘密等犯罪之余 你报案完了 然后派出所长是这样讲 所以请问这整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到底跟这件事情的诈骗本质有什么关系 不但没有关系 而且你再看一件事 更荒唐的事情来了 什么叫更荒唐的事情来了 四叉猫去申请入权 是因为徐晓星说 在他们家前面有人鬼鬼祟祟 对不对 然后呢 更荒唐的事情是 这里面竟然 这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网友 跟粉专在做图说 赖清德下令四叉猫申请 徐晓星家前面的入权 并下令律影彻翼要排 请问一下 这个距离事实会不会差太远了一点 赖清德有关他看 最重要的是 到底关赖清德什么 是这整件事情一开始的起始 这个徐晓星自己讲的满月 是4月13号的时候 他自己自爆家里的诈骗的事情 这才是事情的本质 那为什么会跑了那么久 整件事情闹这么久 来我们讲几件事情了 当做这件事情的指标 第一个 100万是他丢出来 对不对 然后100万呢 从一开始讲成垫付款 到后来说这是赠予 然后后来又说 是分两笔50万50万 请问这是不是他自己丢的 都他自己说的啦 这他自己丢的嘛 然后再来 这个他这个 自己在讲到跟他家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提到说都更的事情 都更这件事情之前那些文件 请问他执询过的 在2021年的文件 在2020年的文件 这些都是他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嘛 那对照现在在讨论到说 人家在看徐晓星的事情的时候 看一看发现说 这个你家里面所涉及到 你当初买的房子 这看起来跟都更的热区很有关系嘛 你的先生呢 在这个案件里面 是杠上开花跑出来 大家发现说 有这么多好 他是都市更新发展协会的理事长 请问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徐晓星 自己身当丢出来的题材 是嘛 所以你会发现这整大段 大家讨论满满一个月的东西呢 都是徐晓星自己丢出来 然后呢 当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讨论讨论 在讨论之后突然越发现越多 大事没太多 这个情况没太多 请问是谁造成的 是徐晓星自己造成的 就现在最后呢 看起来 他现在看起来要下这个 要这件事情要下庄的方式呢 是到最后竟然是战斗篮出来力挺 有这么荒谬的事情 事情的本质是在讨论 诈骗 洗钱 以及你家族成员 有没有做到 像徐晓星一开始讲的四个字 徐晓星一开始怎么说的 大意滅清 结果大家发现没有啊 这你可能 或你先生可能知道的时间点 那个时间你们家没有大意滅清啊 那为什么这样讲 请问到后来跑出来 涉案人的淋于伦的妻子出来说 这个徐晓星的先生去年 可能就知道这件事情 请问这整大段事情 是绿营造成的攻击吗 不是嘛 是整件事情自己的延伸嘛 所以呢 整件事情打到歪楼 然后呢 意图用蓝绿对决去下个休止符 本身这件事情就是一件 非常荒唐的事情 真的 这个演到现在已经歪楼啦 什么酷糯米啊 乖乖的 通通都已经出来了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巧心现在给人的感觉是 巧心好大 我好怕的感觉 这个冠婷怎么看 这个你们土树三英的这个议员 然后包括有家凯的部分啦 昨天张宜臻议员 还有林津杰议员都出席咯 刚才清皇哥特别点出来这一点 本来大家还没有想到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要给吕家凯压力吗 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看 国民党现在有多针对 现在是为了许巧心 然后全党挺一人挺巧心 然后全党打一人 要落井下石屡家凯吗 前台北市的副市长林永平 他怎么讲 他说避免党内有像屡家凯这样子的人 对许巧心落井下石 党主席哦 朱立伦你应该出来瞧一下 党中央要下令 聚上绿营节目一个月 好那另外呢 像这个屡家凯这样子 是不是应该要党继处分等等的 哇现在国民党是怎么样 为了巧心有需要做成这样子的地步吗 国民党台态度现在很清楚 只要你是战将 国民党认同的战将 你违法都没关系 密件拿出来也没关系 你干什么事都没关系 全党都全部要挺你 礼拜三听说外交国防委员会 吴钊燮部长要来了 国民党轮番上阵的场面要到了 要车轮站啦 然后外交部好看 车轮站停徐晓星 这个画面只要一出现 全党没有退路 国民党全党挺下去 我说真的 本来国民党的人 大家可以切说 这是徐晓星个人 我可以分别针对不同议题 有不同的看法 我可能认为诈骗案 可以讲说跟徐晓星无关 容积进化成 我可以不帮徐晓星讲话 贷款案我可以相信富邦 可是今天泄密这件事情 吕家凯他讲了什么 他就只讲 不需硬拗 直接认错这八个字 这八个字说实话啦 全台湾多数的人民 就觉得就是这样啊 国民党的人 不可以选择用自己的方式 支持国民党 一定要用你徐晓星 硬拗的方式 才叫支持国民党 本来我想说 国民党内可能会有 不同的看法 结果现在没有 国民党内现在是 完全只尊有一种声音 这声音朱立伦已经定掉啦 主任讲什么 主任讲说 徐晓星是国民党重要的战将 只要他做的为国家好 为民众好 国民党一定力挺到底 请问 徐晓星现在做的事情 是为国家好 为民众好吗 今天我们已经讨论恩天了 泄密这事情是单纯自及的事 因为他已经变成被告了 他未来要能够换还起诉 唯有只有一点 就是他要告诉大家 我错了 我当时没有想到是秘贱 或我当时误以为这样秀没问题 检察官会给你还起诉嘛 罚一点钱就没事了 可是今天徐晓星的做法 是要拉整个国民党跟他赔账 他认为 所有的这一些 机密的文件 民进党在二搞 民进党不应该把非机密的文件 列成机密 你可以处理啊 你可以在外交国防委员会的秘密会里面 去表达诉求啊 你今天重点是你根本没接任何 你根本没接任何币嘛 什么叫接币 今天接币是说 我是政府 我为了不让人民知道 我把所有的资讯掩盖 我完全不让你知道 现在画面上看到这个画面 我把它全部掩盖 我连援助乌克兰 透过捷克的讯息 不让你们任何人知道 然后结果举晓星突然发现 预算中发现我这一条 揭露 如果这个时候政府跳出来 告你说泄密 那就代表拿国家机器打压你 可今天不是耶 今天这所有的密件 是送给113个立委全部拿到 根本不是什么 没有让你们知道的事情啊 是不能让国际上面 其他想要阻挠我们外交的 中国这些国家在内嘛 而且冠挺招 你刚才讲就是说 其实大部分的委员 113个都有这些密件嘛 如果说大家觉得 巧心没有错 昨天出来不应该拿乖乖筒吧 应该把密件一起拿出来吧 我先听掉完了 接下来分析这个昨天的战斗篮 战斗篮曾经何时 沦落到小猫几只 昨天这几个人 昨天立法委员不到10个 加高金素媒9个啦 对 还加高金素媒 还加非国民党高金素媒 9个 其他的议员算一算加起来10来1个 我说真的 昨天这个画面啊 对照起侯友宜 侯友宜在选总统的时候 战斗篮一致排开现场三四十人以上 昨天这个画面 大家知道状况不妙了嘛 昨天这个状况 美其名叫战斗篮 我也稍微分析一下 昨天你看这名单 很不战斗啊 这怎么会这些人变战斗篮 高金素媒 林佩祥 徐欣盈 不好意思 刚才加一个林国春 来比有10个啦 有10个 林国春不是立委啊 对林国春是议员 对 跟我是新北市 然后再加几个新北市议员 超级不战斗耶 战斗篮变如此不战斗 为什么 我说真的啊 孟琪 我昨天这场 不是什么战斗篮挺徐晓鑫 基于某种原因 赵绍康要挺徐晓鑫 就这样子啦 昨天这场是 赵绍康要挺徐晓鑫 已经很久没心闻了 绕人来听他 然后用战斗篮的名义 可是这个名单很不战斗嘛 大家知道 没有必要拖着整党 去跟徐晓鑫赔偿 这是第一点 对啊 真的不需要这样啊 他一个人 就是卡到泄密的官司 那就是他一个人的事 那有需要全部人 跟他一起下去吗 第二个 我要谈一下吕家凯 吕家凯说实话啦 他中党爱国 他中的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方式 跟你们不一样而已嘛 孟基有分享一个故事 在今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当时中央部会 有到我们的选区 然后来做一个说明会 那在地的立委 因为是民进党节立委 当然有到现场嘛 在地因为 中央的长官 一定会称赞一下在地立委嘛 称赞了几句话 因为选举是比较敏感 吕家凯生气欸 吕家凯生气说 你们民进党的政务官 怎么把这种场合 拿来当成是你们的造势场合 直接起身走人 PO脸书 发新闻骂人 就个神欸 我是说 家凯有必要这样 人家中央的部会首长来 那个在地的立委 人黑漏两句而已 他一样对民进党 是这种态度啊 他也是壁垒分明的好不好 喂 当时是为谁 其实就是为林津杰 跟洪嘉峻在选立委嘛 然后壁垒分明 哎呀徐晓鑫 人家用这种方式在挺国民党 你用你的方式挺国民党 为什么所有人都要跟你用 一样的方式支持国民党 只要不是用你的方式 就是落井下石 最后跟我讲 你知道他们今天把他定调 吕家凯等人 叫落井下石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当你面对整个党的 有冲突 而且面对整个党的形象受损的时候 你只要没有挺你党内的战将 你都叫落井下石 对方是违法的 就违法 这样还要挺 泄密 违法 然后你可以全党挺下去 孟吉我最后预测一件事 只要国民党接下去的民调 有媒体有做民调 政党的支持度国民党是往下掉的 我认为就会有更多吕家凯出来 因为大家到最后虽然现在表面上 大家是民事里的人嘛 赵绍康等等 可是如果最后真的因为徐晓星事件 我举例喔 徐晓星事件之后 国民党民调掉5% 国民党大家要拖着整个党跟徐晓星一起陪葬吗 我是觉得不会 你知道现在网友已经有很多人说 国民党现在是要怎么样 要集体新党化吗 那个新已经被改成晓星的新 甚至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又看到现在有网友更狠 说现在是黄富星党部 富就富坤起的富 徐晓星的新啦 这个真的是党中党 晓星节狼可以左右整个国民党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讨论 好 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全面新党化 这个我请教一下明佑哥 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聊到 现在居然有人 哇 还在那边跟朱立伦建议 说有参照这旅家贷这种的 你就要给他党继处分啊 看党中要不要下令 聚上烈云节目一个月 明佑哥 没错 我看到有那个媒体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直接给人家下标 说党人财路啊 你如果真的这样点论 这个人家不知道少赚多少通告费 莱明佑 我觉得这样是NCC规定 本来就是要有党绿平衡嘛 然后要求政论节目一定要公平公正嘛 那我来问NCC好了 这样子怎么公平公正 而且讲的人还是媒体人出身的李永平 那他讲这种话说 还要求国民党要党继处分 你不是潜质言论自由嘛 他以前是媒体人啊 他说这种话 对 这不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吗 所以我要先跟各位讲 今天我们来看战斗篮 为什么这时候替徐晓星站出来 很简单嘛 就没新闻嘛 要插一下新闻嘛 那你要看赵绍康讲的话 不是前后矛盾吗 他说现在在场的 这些立法委员要回立法院修法 要修什么法 国家机密保护法 那我心里OS是 那所以徐晓星你是承认说 徐晓星公布资料是犯罪行为吗 因为还没修法嘛 如果这样子讲的话 意思说赵绍康说 徐晓星你现在做的就是犯罪行为 所以要等立法委修法之后 那不要说奇迹网呢 我要跟各位报告一件事情 去年立法院才修相关的法案 就是国家机密保护法 要将永远不公开改为30年 后就可以公开了 好都已经修这个法 而且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定存在了 那我想问 徐晓星要公布资料之前 为什么不掉这些法条出来看 而且这是违反了刑法第132条 公务人员泄漏交付 关于中华民国国防以外 因秘密之文书图画消息或误评者 处三年以消息徒刑 这很明显他就做了嘛 而且立法院行司法 也有相关规定嘛 所以今天要跟人家论法的时候 你要开这一场记者会 我都没一件 但是你至少要搞清楚法条嘛 你现在连赵绍康 你这个战斗人都搞不清楚吗 你是领导者耶 但是不要忘记 为什么找赵绍康 因为在国民党权衡之下 只有赵绍康可以跟朱立伦抗衡啊 就简单一件事情啊 那这些人要求曝光的成绩 好 大家都来听 徐晓星 很好 很好 我想问 不管今天送乖乖桶 还是穿那个库诺米的包包 是 大家去比对一下 他昨天还特地有杯来喔 对啊 还有秀 其实衣服也是啦 包包也都是这样子 笔记本 笔记本也都有秀出来 金刚乎啦 整套的就对了 我来跟各位问一件事情 为什么最近这么多网友去揭露说 徐晓星他穿的是什么牌子的衣服 然后价值多少钱 比如说他前几天戴的棒球帽 就要几千块 然后穿的T恤还是限量版要三千五百块 那我想问 明佑那个真的没什么 让一条破裂就十几万了 对啊 三四千块的帽子也还好吧 对对对我忘记劳力士没申报这件事 我想问 这些你的身体穿什么名牌物品 对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 I don't care Care是什么 这个政治人物的诚信到底在哪里啊 因为他塑造的形象 然后到他后面涉及这个诈骗的问题 然后到后面他为了掩盖 刚好就是录音档要公布的时候 我就出来开一个记者会 然后就说外交部 他还有私下 怎么跟这个厂商合谋怎样 我想问 国家机密 那国家机密本来是你立法委员 可以单独召开机密会议的时候 记得吗 之前有泄密案的时候 大家说把那个手机放哪里放哪里嘛 是啊 然后门关起来嘛 记者不要拍嘛 助理不要拍嘛 结果你也没有依照法定程序啊 你就忽然间为了这个录音档被公布之后 你马上就召开一个记者会说 你看外交部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不就是转移交点吗 那你看现在已经歪了 歪到很歪了 这么说都根也搞了 名牌包也搞了 然后结果为了掩饰什么 掩饰许晓星他原本所涉及 跟他老公家人所涉及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牵连嘛 民众要是这么简单啊 结果你行硕出来 就一直转移交点说 我是一个开朗早餐少女的成功记 我能站上立法委员 这个位置是因为不断的为国民党奋斗 好你今天战斗篮这些人 大家记住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今天全部站出来打一个吕家凯 好笑耶 针对性真的非常强 你不觉得太好笑了吗 你们不论法不修法 不按照规则走 然后现在国民党真的像他们的那个 最近那个新闻稿说 以党要领政了吗 中国国民党要领政了吗 我真的很好奇 赵绍康等人 你们出来开这个记者会的时候 你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第一个 吕家凯我们常跟他同台 我觉得他偏中性啊 国民党有几个没有在里面的年轻议员 他们出来上政论节目 老实说我都觉得还蛮赞中性的 那是帮国民党拉一些中间选民回来 对 没错 而且你要说好 什么 这绿营的电视节目怎么样 那我想问 那你们还不是去上蓝影的政治节目 然后 你看现在这个画面 那是徐晓星在扫街 然后吕家凯站在旁边帮他举 我们待会那个画面可以再重播 也是可以看到 而且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是 吕家凯在土树三阴 当然我知道他是世家 可是他是真的为国民党在辩护的 有一次我在友台政论节目 两个快打起来 可是因为他战斗力还算 温和但是很强嘛 他温和但是很坚定啊 那我想问 为什么政论节目 新闻节目 不能去检视一个政治人物呢 这是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他是吕家凯 他不是徐晓星好不好 然后吕家凯他所讲的话 本来嘛 我当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或者是一个公务人员 或者是一个立法委员 你们自己摸着良心 当徐晓星去公布一个密制的文件的时候 为了转移露营党的焦点 难道你们没有一个事情说 那本来就不对了 尤其里面有几个是资深的立法委员 你没有觉得徐晓星是有问题的吗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徐晓星我上个礼拜去录音室录音 NCC寄到每个广播电台 只要内容有涉及讲到徐晓星的 他都去检举 我觉得你这样子的动作是什么 你不容社会检验你 又要一群人用信仰式的跟随你 然后又要去牵制所谓的言论自由 我觉得国民党啊 你现在不要好不容易国会 有过半的这样状况之下 还继续在走回头路 所以我赞成那个冠婷讲的啊 来看民调嘛 如果你民调在降的时候 你们要不要继续挺许小新 那我们就看2026你们的选战会怎么样 这大家在评论的过程当中 要跟方伦报告啦 因为家凯确实也跟我们稍微 就是暂退了一些通告 大概到5月底 暂时要先休息一下 家凯的意思说 要稍微看经理心情 也担心影响到节目品质 讲得很委婉 但是我们知道嘛 什么意思大家都看有嘛 我请教方伦 其实方伦今天是因为 他车所以才晚来啦 不然我完本也很欢乐耶 会不会被李永平这些话 被影响到 李永平现在什么意思 他叫朱立伦要处理 党中央要下令 聚上绿营节目一个月 我不晓得朱立伦 现在给李永平的回应是什么 但是国民党就是有人 提出这样子的意见啊 所以我不晓得 今天来民事或今天来录影 方伦这边是 现在是怎么样 手机啦 简讯会不会收到一些 相关的关切 那他都要 目前还没收到 目前还没是不是 没有啦 我觉得其实今天 不管上任何一个 政论节目 或者是广播也好 电视也好 甚至网络的节目也好 我觉得 蓝营也 蓝营从年轻一辈 甚至到中生代 甚至到议员委员们 要勇无尽地把一些话讲出来 要勇敢地去 帮事情做辯護 每個人都會有立場很正常 那勇敢到最後 如果參加加快這樣 你敢教呢 那現在就是該風頭浪尖上 戰鬥欄特地找了怡貞 特地找了金捷議員去 什麼意思 給旅加快施壓 沒有 我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 我知道這一場的集結 求生欲展現開始 第一個層次是 這一場其實集結的 真的比較臨時 所以在人員上面 我知道叫了 請了很多人大家一起來 那真正能出席的人數 也是有限 這是其一 其二 我會覺得說 今天不是怡貞 不是這個 金捷議員的問題 也不是加快的問題 今天是要告訴大家說 那今天是誰的問題嗎 今天其實就是說 我們剛剛討論了一個 不是我們剛剛 我們這一個月 討論了滿滿的許巧欣 事實上我們藍營看到的 對於藍營支持者就想說 對啊 巧欣為什麼會被 可以這麼大幅度 這麼大篇幅的去被討論 從他的家臨 有沒有這個 什麼詐騙的可能性 到他自己的貸款的問題 還有他家買房 衣著 到後來變成說 我睡什麼一坪的空間 到他的這個 什麼精品等等的問題 越討論越覺得誇張 到後面已經變成說 有人去到他家騷擾 所以我覺得 幾個事件要去拿出來 去把他提出來 認真的去看 對於巧欣來說 這樣的公眾人物的公平 到底合不合償利 現在我們藍營看起來 是認為說 對於巧欣的公平度 真的太高了 對於他的要求 對於他的檢證 好像真的是把他什麼 身上每一個東西都要拿出來 跟大家明碼標標 所以郭敏東愛出來講 你怎麼可以說什麼 聚上節目一個月 這樣什麼意思 你永萍這樣怕 所以我要跟永萍姐 說聲抱歉 我這一點我比較不認同 因為我會認為說 如果大家都聚上 NCC是一個問題 那以後大家都不要上節目 以後立場 我們完全連辯駁 連去澄清 連去跟大家說明清楚 甚至我們自己的立場 我們都沒有辦法在機會 在電視機前面 跟各位觀眾朋友們 報告的時候 不好意思 對於藍營來說 這才是重中之重 這才是重傷 如果連我們都不敢站出來的話 那誰願意站出來 是啊 新生代願意講真心話 結果現在溫大哥 現在搞到現在 說真的 因為我們剛才收到這個訊息 說真的 我們也是覺得有一點意外 因為家凱現在就是先暫時 休息到這個5月底 我們台灣上前行 是先看不家凱 那這個溫大哥 你就可想而知 國民黨不管是戰鬥懶 或者是現在人家說 國民黨新黨化 你這給這個年輕的議員 給這樣新生代的議員 壓力有多大 溫大哥 講國民黨新黨化 其實應該形容說是 新黨在借殼上市 溫大哥 我們剛才那個新 網友真的很有趣 也直接寫許喬新的新 意思是這樣 現在整個黨 能讓喬新 這樣拖著走這個意思 許喬新這一個風暴 我覺得很單純 其實當吳釗燮公開這個 密建的這一些 有損國格 或國家利益的時候 講實在話 那個就已經是 打開天窗收量化了 那他現在利用這個無限上綱 這個其實就是一貫趙少綱的手法 各位要瞭解 政治金銅這個名號不會是天上掉下來 你看趙少綱從1994年台北市長選書之後 他一直想要再重返政壇 他本來一開始還想選總統 後來說想要選黨主席 你可以看他脈絡到現在說 好不容易 號召所謂戰鬥男 選前的時候戰鬥男有多少 我印象大概五六十個 現在剩下幾個 十個 他多少清狂 我聽他們算差不多七十個 原本是有70個人的規模 包括小平同志 小平也是 小平現在好像也跟他劃清 為什麼會這樣 最主要我覺得 民進黨也不是說省油 他也推出了這個所謂鋼鐵人 因為潘孟安重出江湖 準備到府裡面輔佐賴清德 所以你戰鬥男對鋼鐵人 這個就硬碰硬 那硬碰硬 我們就回顧一下國民黨的歷史 國民黨過去的歷史 其實你回顧 其實早在李登輝執政 當黨主席的時候就有一股逆流 這個逆流事實上從 孫義賢那時候當行政院長 蔣經國生病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得出 當時的王生 成立了少康辦公室 這個對趙少康是很大的提醒 少康辦公室就是霞諸禍一令天下 他把行政院長所有的這些全部叫過來 歸少康辦公室來管轄 後來蔣經國聽到了就把這個王生 外放到巴拉圭去 你會瞭解當時這個國民黨的逆流 因為蔣經國還在 所以他還動得了 現在是我們的朱立倫 一直說這本書是經典的 做就要做好 問題你根本被趙少康可以說綁架 趙少康現在擺明我就是借格上是 我雖然沒有在控制你黨中央 但是我叫得動戰鬥難 可以叫得動像許小新這些人 對蔡英文來講一個是做就要做好 但是小英是說我可以做得更好 因為他完全交出去 讓民進黨的下一代來接班 所以我們要了解了 現在當然說在立法院殿堂行政 在國會何以戰的真相決勝廟堂 因為各位可以看到傅康奇 意氣風發 這個意氣風發到講實在話 我覺得這些新聞看的 都有點匪夷所思 還有一個從親民黨出來的 國民黨的黨邊拍桌 然後就五度散會 這議題散會可以說綠就吞連敗 說這句實在啦 當然你綠營本身也要檢討自己 為什麼當時你的選票 明明你的部分區選票還贏國民黨22萬票 各地立委的選票還贏了69萬票 結果呢你的總席次居然還輸難贏 這個就是結構上的問題 我們絕對要再修改一下 來 溫大哥這選舉的東西四年後再給選民 再做出一次抉擇啦 不過現在青黃哥我們暫時五月底之前 在節目上都讀不到吃東西啊 我真是沒辦法的事啦 不過在這邊還是要把這個徐巧鑫 他的澄清要唸給大家聽一下 我知道電視機前面也有很多是這個巧鑫的粉絲 可能他的支持者也會看一下 我們有沒有講一下巧鑫的意見呢 巧鑫的意見在這邊 他說他絕對不後悔爆料喔 他說他就是要繼續跟外交部 直求對決 昨天帶那個乖乖頭來發 就是要政府乖乖 不通歐北港隔 不過問題是講到告人這件事 巧鑫也很來行的喔 這個我請教一下青黃哥 因為徐巧鑫他說要提告這個粉專 無良公關 違反跟騷法 說去他家家他去嘛 站在這個樓下這樣拍 所以他覺得這個有感覺有受到威脅 那不過這一位當事人 他有出來澄清欸 他說這個巧鑫委員5月10號在臉書 PO出在他家樓下那個人 其實並不是他 那他說他其實是晚上7點多 有經過他那天吃是有見過 但是徐巧鑫臉書PO出的那個人 真的不是他 而且他也沒有拍照打卡 他也沒有拍過巧鑫委員的照片 那這個過去跟徐巧鑫是對手的 這個許淑華議員就說 許淑鑫好大的官威啊 他在此宣布 如果有4名朋友 被這個巧鑫委員給提告跟騷法 律師費 許淑華要給他出欸 喔 許淑華很大氣欸 來 青黃哥 其實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很多事情 都是許淑鑫自己丟出來的 這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啊 因為你看這個跟騷法這件事情 你看這個法律專家林志傑 他就出來告訴你說 這件事情呢 你要跟信有關係 才會成立這個跟騷法嘛 那你這個人 當事人呢 第一 他經過那邊 他不是特別去到你那邊去跟蹤你 第二 這跟信有什麼關係 這也是跟信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那當事人的解釋說 他從來沒有跟拍 也從來沒有偷拍徐巧鑫委員 那是他的說法 OK 而且最重要的是 除了當事人說法之外 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 松山派出所所長的講法嘛 松山派出所所長講法就告訴你說 他們有釐清 釐清後沒有發現有跟騷 他講兩件事 第一個他沒有發現有跟騷 第二個他沒有發現 有妨害秘密等犯罪行為 所以松山派出所所長 他們有沒有查 他們當然有查 為什麼立法委員報案呢 能不查嗎 立法委員報案呢 所以徐曉星自己把報案單PO出來了 然後呢 這一件事情是不是就構成了一件新聞 是 然後徐曉星PO完了報案之後呢 這個派出所所長回應了 回應完了 其實整件事情就告訴你說 人家警方有釐清 而且釐清了之後發現裡面沒有跟騷的事情 但是這個議題是不是就燒起來了 是啊 他就燒起來了 然後延伸著是他貓這個申請入權這件事情 三件事情搭在一起 他就變成了一個新聞了 那所以這就像剛剛前面方倫在講了 那個藍營覺得說這件事情呢 對於徐曉星是不合比例的檢視 但是我們發現這些議題都是徐曉星自己丟出來的啊 那我再問一件事情 這個上面啊 徐曉星自己講的說要跟外交部直球對決嘛 請問機密的公文是誰秀出來的 也是他自己秀出來的啊 所以跟騷法這件事情是他拋出來的 然後呢 機密公文也是他自己秀出來的 那如果這件事情是對的話 那我請問你 立法院113席的國會議員 每一個都可以把機密公文直接拋出來 秀給大家看說你看 機密公文裡面我要揭斃 但問題是講到今天為止 也沒有聽到接出什麼弊案出來啊 各位 徐曉星自己講說事情從4月13號到昨天是滿月啊 對 可是你去想想看 他的泄密的事情基本上也是滿週了好不好 這件事情也沒有看到在他接的什麼弊出來啊 所以沒有接什麼弊 但是你又把機密公文拋出來 同樣一件事情 同樣的標準 你去問問這些國民黨執政的縣市 包括台北市市長蔣萬安 請問 現在有這麼多人在看柯文哲的這個所謂任內的五大案的時候 如果議員把這些他們在問五大案裡面的機密文件 把他直接在媒體上面公布出來的話 蔣萬安覺得對嗎 這樣可以嗎 當然不行嘛 因為這件事情就有議員直接問蔣萬安 蔣萬安本人是說當然不行嘛 那蔣萬安都說不行啊 為什麼在徐曉星上變成是可以的 這本身就是矛盾了嘛 所以台北市的議員問蔣萬安 關於柯文哲任內的案件 機密文件可不可以PO出來 蔣萬安說NO 不行 那請問同樣的標準 為什麼國民黨在立法院跟在台北市 是兩個不同的標準 難道國民黨台北市的議員 這要想要打臉蔣萬安 想要公布關於這五大案的機密文件嗎 不會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國民黨的台北市 跟國民黨的這個國會 兩邊的標準就不一樣 互相打架自打臉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同樣的事情呢 要講清楚兩個 第一個 從頭到尾4月13號到現在 多數的議題都是許曉青自己丟出來的好嗎 從一開始的200萬到後來的外交部文件 到現在的耕燒吧 到我們今天討論的乖乖桶 這乖乖桶也是許曉青丟出來的啊 所以這是第一件要講的事情 第二件要講的事情是 其實你會發現即便耕燒內容拋出來 聽起來好像很嚴重 但是派出所去釐清了之後就告訴你 這件事情他們釐清了之後發現沒有這件事 那沒有這件事可是議題已然形成 議題形成了之後藍營又說都是我們在檢視他 都是綠營的證明前來解釋他 請問這件事情本身的邏輯在哪裡 聽到後面你會覺得這是一個邏輯壞死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趙超剛出來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我們剛剛告訴大家觀眾朋友有玄機對不對 我再補一個玄機在裡面 那11個出來的所謂的戰鬥欄裡面 你有看到盧秀燕市長他的子弟兵出來嗎 台中的台中幫的有沒有呢 盧秀燕市長的台中市那幾席的立委 剛出也是戰鬥欄 廖偉翔都沒有 羅廷偉廖你看上面名單有沒有這兩個名字 沒有嘛那為什麼 因為盧市長本身自在2028的大位 他不能這個時候丟掉中間選民的支持嗎 誰要跟你獲悉你啊 你這時候劍走偏鋒失去中間選民的支持 對他選這個大位來講不利嗎 所以你沒有看到台中市那幾個出席啊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你看 這裡面其實有很多國民黨立委 這個時候根本也沒有跳下去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本身呢 他可以鞏固鞏固藍基本盤 但是對開拓中間選民不利嘛 那最後我只要我要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國民黨你看到 這有一點新黨化的狀況 什麼叫新黨化的狀況 很簡單啊 聲量都在徐曉欣身上 所以聲量跟著徐曉欣 所以當然就徐曉欣的步調跟議題節奏帶著走嘛 所以他的聲量就決定了整個國民黨的走向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前主席江啟成 不敢違逆這個徐曉欣的狀況 現主席朱立倫也不敢違逆徐曉欣這個議題 大家都怕這個時間一旦挑戰了徐曉欣這個議題的話 你到時候被出征怎麼辦 出征這件事在江啟成臉書上是已經發生過 我們上禮拜六在節目上也秀過這個內容 所以這一件事情就是國民黨黨內 現在看起來大家都不敢殷其瘋嘛 但他問題是在於說你不敢殷其瘋 但是你把本來可以好好討論的泄密的事情 然後把他全黨都站在徐曉欣那邊 然後說叫政府這件事不能告人 我只問一件事啊 如果機密無件攤開來 這個中央政府機關的外交部不能告人的話 那台北市議員把台北市政府機密無件 秀出去的話 請問蔣萬安在這件事情是告還是不告 同樣的標準拋到台北市政府 大家去檢視看看 你就會發現徐曉欣跟趙少康現在的行為 跟國民黨現在的執政縣市 本身是矛盾的 不要最後燙手山芋現在變成丟到蔣市府那邊去 大家就知道討論到這邊 坐完本家貨是有的 現在方輪是有的 坐在那邊要頂住多大的壓力啦 這個當然我們把這個巧欣的說法 當事人說法 兩邊都說給觀眾朋友聽 讓大家自己去做判斷 巧欣的意思為什麼他質疑 他這個要去提告粉專無良公關 違反跟騷法呢 因為他說包括在無良公關的 這個粉專 IG 滿滿的 很多都是巧欣的照片 他說他覺得看了非常的噁心 那不過這個當事人他也有說法 他說拜託巧欣穿搭的照片 那個通通都是媒體公開訪問所拍的 那許巧欣加了信箱門牌號碼 是四叉貓啦 去找四叉貓 四叉貓公佈的 當事人有這樣的說法 而且也說從來沒有跟拍 沒有偷拍任何一張 徐立委的照片 兩邊的說法說給大家參考啦 那許巧欣如果還是堅持要提告 許舒華說沒關係 那個律師費 他會幫忙這個 他會幫忙這個當事人來出 我們稍微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看看 現在頭痛了可能又有阿伯喔 哇這個柯文哲昨天親上火線 他先就北市科來回應 我們來聽聽看柯文哲講的有沒有道理 柯文哲最近真的是無大案纏身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柯文哲他昨天自己親上火線 他針對北市科案說要跟大家好好的說清楚一下 這邊來我先請教一下民友 我們看一下柯文哲 柯主席他怎麼樣說的 他說他贊同所有的會議記錄錄音檔全部上網 你們這些議員不要這樣子選擇性公佈 要公佈就要全部公佈 他說人家這個星光每一次的意見 台北市政府到最後都沒有採用啊 T17 T18是比價格飆 誰出錢 誰出的錢高誰就贏 你們這些批評的人在罵什麼都不曉得 人家這個權力金的部分至少有找三家 不動產而且是有牌的估價師來估算喔 這個權力金價格人都是算過 那至於這些在炮轟他的這些議員 你們這些沒有牌照的議員 比他們還要專業嗎 你這火氣很嗆喔 喝感有白 人家是找過估價師來估算的 來民友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像擠牙膏一樣 因為我看嚴峰早上還開記者會 去公佈那個文件 那我只想問柯文哲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改標規啊 第二件事情是 為什麼政風提醒還要被調查 欸 對 這不是一個很不符合邏輯的事情嗎 因為平平是市政府裡面 我在市長說這件事你不要辭職喔 辭職 你會出問題 他在說這樣我給你調查 第二件事 所以處理掉提出問題的人啊 對啊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論文題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那個柯文哲自己明明講了 架高者得嘛 那標規就應該規定好了 為什麼你要改嘛 那改的原因是什麼嘛 那我覺得你要跟社會大眾講清楚啊 你今天不是把所有的責任推給議員說 喔 你們議員哪有估價師厲害 喔 你們怎麼會去調查這件事情 應該有白 應該有專業 孟琦 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從剛才討論到這裡就是 那是一個監督責任嘛 柯文哲你是不是受議會監督嘛 是不是社民不予議員的責任嘛 那你今天跟星光這一個事情 有沒有瓜田裡下的行為嘛 其實你可以講清楚的啊 你不用在那邊 賽車還要 頭去外面洗彎道 那不是每個派去嘛 你覺得他昨天講這一整段 到底重點有沒有說到嗎 沒有 我跟你講最簡單 他說要把錄影檔公佈 那張一山是不是有講說 好柯文哲有很多行程寫詩 我看他昨天說那叫見面 見面不公佈嘛 柯文哲不是對外都說 所有的紀錄要清清楚楚 包括跟誰見面 還說公務人員沒有下盤時間 那我想問 到底有沒有去見星光的時候 車換車的事情 到底有沒有 你說完整公佈相關的紀錄跟錄音 能不能完整公佈嘛 是否可以有相關的 現在也不是你執政啊 講話可以講啊 說 喔 拍誰 他有些東西是deleted 他有些東西是貼起來的 他有些東西是沒記錄的 可以講這個嘛 可是我要問一件事情 柯文哲你今天在彎道超車的時候 你不但超不過去 你有可能會自撞 為什麼 因為現在不是你執政 議員可以跟各局處 舉出相關的報告出來 如果這些東西都打臉你 議員不會這樣子 藍綠剛好 藍綠剛好夾攻 為什麼 難得這麼團結 因為調出來資料有問題嘛 尤其是T17跟18這部分嘛 那所以大家為什麼針對你 你要講清楚 你不要說519我要上街 上街是為了什麼 為什麼大家會這麼反感說 黃國昌有可能取代柯文哲 那大家為什麼對柯文哲 會開始反感 因為你在競選市長 當台北市長的任內 你打出來的口號 都是把自己捧得高高的 我非常清廉啦 我是公平公正公開啊 政府不應該有任何弊案啊 不能有任何暗卡嘛 應該公諸於世啊 那我想問 這麼多的證據 不管你跟遠雄跟誰 你都可以私下去找企業主了 那這是公平公開公正嗎 再來這麼多的文件裡面 都對你不利的時候 我不管你跟郝龍斌兩個要怎麼吵 你是不是應該好好的澄清一次 把所有的資料公布出來 開一個記者會 我永遠記得王如選的記者會 把所有的產權過程 全部貼在背板上面去講 我也希望柯文哲如采 你現在是立... 應該說控制了八席立法委員 你怎麼調資料有那麼難調嗎 再來你在台北市議會 民眾黨不是沒有席次啊 要去調資料出來 有這麼難調嗎 所以這些案子呢 包括最新的就是 低果菜及魚類批發市場改建案 柯文哲現在也被北檢列為被告 交由黑金專主偵辦 這麼多的案子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 我都很清廉 小草們要相信我 我絕對是為國家做事的 人家黃國昌說人家本島吃多快 多清廉都不知道 本島吃得很快就清廉 所以不要輪迴口號 黃國昌 你看昨天就被打臉了 不要輪迴口號 我只想問一件事情 是 柯文哲你現在背負了這三大案 你要不要好好對社會交代清楚 你是不是519上街的時候 要在台上一次公布呢 你既然在這樣子講說 我們要慶祝賴清德 我真的很期待你 把這些案子講清楚 因為我相信小草跟我一樣 我都在等著看 柯文哲過去標榜自己的青年公正 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人家擠牙膏擠一段 你才吃一段 你應該好好的面對小草跟社會大眾 阿伯自己過去把這個標準拉得多高 哇 見了誰 見了什麼財團 通通要連政登陸 但是輪到他自己的時候 到底有去寫嗎 到底有沒有去登陸 那現在反過來嗆議員 你們自以為專業 哇 阿伯現在他是憑什麼 阿伯現在還有什麼樣的底氣嗎 等一下回來 來冠婷 我們繼續來補充 柯市府任內的北市科案議會的專案 調查小組第二次會議 才一開始就活躍為濃濃 民眾黨議員黃靖穎 和民進黨議員林彥鳳槓上 卻因林彥鳳在會議前 又提出了新市證 新光仁壽當時企圖的想要叫柯文哲市府改標歸 讓他們的新光醫院能夠來投標 差一點就讓他得逞 柯文哲他自己來覺醒 後來是被政風處的科長給擋下 林彥鳳根據市府內簽文件指出 第二次招標時 新光正義市府改標歸 開放財團法人投標 並延長招商時間 市府一路同意文件一路簽合到柯文哲都過關 直到最後被政風處一名科長 用恐怕會被質疑毒後 特定申請人唯有擋下 但下場就是自己遭到調職 民眾黨出面反駁強調是抹黑栽贓 但國民黨議員周小平也出示文件 結束一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一號市府和新光見面後 隔天就決議要將一起招標的T16 178拆開招標 懷疑柯市府根本是替新光量身打造 新光建議說你們T16 178三塊地各有特色應該拆開 隔一天馬上用促餐的這個條例說可以拆開 把所有紀錄全部上網公開就好 面對各界之一 柯文哲始終必重就輕 恐怕就是擔心清雷人社會就此破滅 柯文哲有沒有必重就輕 我先請教一下這個冠婷 因為我們看到的是 今天其實藍綠都提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質疑 包括尤淑慧 包括鹽鳳 我們一一來講 首先尤淑慧講的是 因為阿伯不是嗆嗎 我是找過那個估價師去估算權利金的 你是有比較厲害喔 尤淑慧說 大家有聽過三高一低的怪現象嗎 什麼叫做三高一低 公告地價 公告限值跟實價登陸 這三項指標都往上漲的情況之下 欸地主欸 台北市政府標租的權利金 卻越標越低 這個叫做三高一低的怪現象 台北市也是這麼醜味 怎麼會這樣反其道而行呢 好 冠婷 欸我先講喔 柯文哲在昨天做了一個關鍵的動作 他認為他親上火線 公布了一段十二分鐘的影片 是 先講結論喔 網友們看完的結論就是 聽君一席話如聽一席話 十二分鐘的內容 我認真把它聽完了 結果結論是浪費時間 柯文哲他講說 所有的東西全部上網 紀錄上網就好了 沒有啦 這件事情 你的態度 你當時的決策 你有義務要講清楚 說實話我們一開始有點失望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 柯文哲親上火線 接受媒體專訪 然後有什麼問題 儘管來 徐清皇坐在那裡 張明優坐在那裡 問道寶 正面對決 沒有 後來是請吳怡萱來訪問他 自己的發言人 他們的發言訪問他 好 沒關係 那你內容講了什麼 剛剛 主持人你提到游淑慧議員啊 包括我們剛才新聞看到的 無論是游淑培還點嚴峰啊 他們提出很多的質疑 我聚焦在 不是 罵惟惟惟習慣了 柯文哲 柯文哲 昨天的重點 他很多疑點沒有講清楚 跟他所用的手段 我一一來破解 這是我做的一個圖卡 昨天呢 柯文哲目前有三大疑點 越講越奇怪 越講我認為越心虛 首先第一點 他認為說 你們講說我有圖地星光啊 北四科沒有圖地星光問題 因為吳欣營被選為副總統候選人 是後面的事了 我跟大家講 真的超瞎的 我們整個北四科的案子呢 是2020到2021 集中在這段時間 包含了訪談會議 包含後來星光得標 柯文哲講 2024提名副總統參選 吳欣營是2023 欸 不好意思喔 你是2019就提吳欣營當民眾黨 不分區立委 關鍵不是是不是副總統安全人 關鍵是 你有沒有因為跟吳欣營熟 民眾黨跟他是這麼直接的 連結的關係 而涉嫌圖利星光集團 你只要跟大家講 有或沒有就好 這是第一點嘛 結果他 蒼白無力的辯護政策是講 我沒有喔 我提吳欣營當副總統是後面的事 星光在前面就得標了 很誇張啦 很香 我跟你講 這是挑戰台灣人民的智商 這個事情 完全不像一個智商157人講的話 國小 我想我女兒現在中班 又升大班 她五歲 五歲的女兒 如果我跟她講這種邏輯 她會說爸爸你亂講 就這個是三歲小孩的邏輯 爸爸你是有困氣嗎 你女兒可能會這樣跟你說 這邏輯完全不同嘛 這第一點 第二點呢 這個大家 我覺得要花點心思看一下 可是真的貓力就藏在其中 他講說 我們啊 整個台北市在我執政的時候 在我執政的時候 北市客的案子 我們沒有完全照著新售的需求 我先講這句話就有貓膩 沒有完全照著新售的需求 代表有部分 好不好 然後不跟你玩這個遊戲 但關鍵來 人家沒有全部買單 對 但他關鍵來了 後面我們就一一打臉他 他說 我第一次訪談玩星光人獸 星光人獸說要分標 我北市最後在第一次的招標 是合併喔 星光要分標 我合併 然後第二訪第三訪 星獸想要合併 當我分標 哈 可我這個邏輯都來了 你看 他要分標我合併 他要合併我分標 你看 前三標 我們都完全跟星光集團 唱反調喔 欸 拍謝喔 你的邏輯真的也有問題 你真的不像157智商的人 我說這樣做你隔壁的發言人 如果我是你發言人 我會不知道怎麼辯護你知道嗎 就是我會很心虛啊 為什麼 因為關鍵星獸是 第四次訪談後才飆出去 啊 四訪的結論是什麼 拍謝你看一下好不好 你就看一下 你只敢講 一訪二訪三訪 啊關鍵第四訪 第四訪 2020年11月11 北四訪第四次遣蔡投資人訪談 星光人獸建議三塊基地分開招標 啊 釋訪完了之後呢 是不是分開招標 結論最後你就會照星獸要的嘛 你跟我講前面沒有 前面沒照他的 啊最後得標是照誰的 照星獸的嘛 所以簡單來說 這一個部分他心虛 再來關鍵 第二點我特別要講一下 其實現在北四訪大家在意的是 包括這兩天台中市議會 在外林玉宏副秘書長 台北市的事情 沒有人現在台中 台中也瘋瘋瘋瘋 林玉宏副秘書長 這兩天在議會質詢講了一個重點 他今天講一句話 他說 我如果有出血會議 我一定會簽名 那為什麼 元大人獸那一場 沒有看到林玉宏的簽名 這些事情是柯文哲你要講清楚的 林玉宏今天叫他去台中市議會去問啊 我們有相關的袋子 等一下調出來給大家看 但關鍵來了 柯文哲昨天這個影片 完全沒有回應 元大訪視 造假相關的問題 再來第三個 情勒啦 我跟大家講他第三點 他怎麼用 他說你們都貼我標籤啦 從MG149 葛特曼 甚至什麼艾滋案 你們都是抹黑潑髒水 你說抹黑潑髒水 然後最後就開始講說 你看 你們這些議員 你們都不敢打台志光了吧 你們都打北四科 都打金華城 台志光不敢打了嗎 他想形照出一個 你看藍綠都有涉入台志光案 所以你們不敢打 拍謝你這也是挑戰所有媒體朋友的底線 台志光案是陳從文整個已經被收押 後面整個已經收網完了 你就等著後面起訴完之後 法院的攻防所有證據就攤開了 結果你現在對北四科 對金華城隆基 所有的細節你完全不去談 最後我給大家看了一個 昨天他們畫很多心思做的圖片 這我特別要講一下 這個是昨天柯文才能做的圖片 你看第一次流標 你看我星光傾向分標 我北四合併招商 你看不一樣喔 第二次流標 你看星光二訪傾向合併 三訪傾向合併 你看台北市就決定分標招商 你看我做的跟星光都不一樣 結果到這裡為止都沒標出去 標出去也不敢給你看 這很瞎啦 中間都沒說到啦 沒有人這樣澄清 最後一個我要講 柯文哲這幾天弄到 連他自己發言人都打點他了 柯文哲講說 那個發言人前陣子跳出來講 你們不要不相信公務員啦 公務員不會造假 他們一直要講說 袁大人說這公務員不會造假 結果我去翻出來 2015年8月8號 柯文哲對著市府公務員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直接講 我說造假就造假 你們已經造假幾十年了 他當時是這樣 罵北市的公務員 當時的柯市長罵公務員會造假 說我們都還不跟你算 你羞辱公務員的賬 但你罵公務員造假 結果事隔9年之後 民眾黨發言人說 我們都相信公務員 絕對不會造假 我們請問要相信誰講的話 亂七八糟嘛 阿伯現在動不動就說 別人對他潑髒水啦 秦皇哥 你今天聽到林延鳳 講的這些話 你會不會發現 這魔鬼真的藏在細節裡 他說柯文哲曾經同意 星光人獸改標歸 最後因為一層一層牽上去嘛 最後一關被誰擋下來 被這個政風處科長擋下來 這可真可憐啊 所以後來他的下場是怎麼樣 後來這個科長 在北市科第三次招標之前 已經被做了植物的吊洞 如果林延鳳爆料屬實的話 欸 政風處科長 為什麼當時要擋下來 他也是擔心會出事啊 擔心台北市政府被人家說 欸 你獨厚某個財團 獨厚某一個單位嘛 那為什麼擋下來之後 欸 在第三次招標之前 他就去換頭路了 植物就被吊洞了呢 這個我要幫林延鳳講一下 他這個不是爆料了 這個已經是吊內籤了 喔 他已經拿出資料出來了 雖然這個圖片比較糊 但大家可以看到 這已經是拿資料紅框的部分 已經是那個科長的意見的部分 所以確實有沒有發生過 政風處科長在擋過這個 退回這個案子 有 你從這公文上面看起來也有 那我想更詳細的這個圖片資料呢 應該這兩天就會出來了 所以呢 林延鳳講的確實是事實啊 就政風處確實擋過這個案子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這裡面 看起來有改標規 那改標規的狀況 會對之前有意的這個 想要投標的人不公平嘛 所以這是林延鳳講的重點 但是真正最大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們給大家看 柯文哲雖然開了這個 我們講說網路的影片 意圖想要把這個部分把它講清楚 可是網友的眼睛都很銳利啊 為什麼網友眼睛都很銳利呢 來 這個他的影片下方 其實我幫大家結了很多的這個留言 這些留言大家都問同一句 你看上面 12345678當然還更多啦 這八個比較有代表性的 你知道都在問哪一件事情嗎 都在問什麼啊 他們都在問說為什麼你柯文哲影片裡面 都只有提到星光人獸 都沒有提到元大人獸啦 你的潛在這個你要拜訪的對象 兩家受險公司 但元大就告訴你說 他對這案子沒有興趣 等一下我們給大家看 你看這裡面的留言怎麼留的 在柯文哲影片下方 為什麼不講清楚 元大根本沒來訪談呢 很多疑點都沒講清楚 一直講自己有利的話笑死 不用笑死這兩個字看起來應該是年輕的網友 這是第一個 那再來下一個寫什麼呢 下一個留言寫說 柯主席表示14次的會議紀錄都是真的 所以柯主席表示元大說謊 支持主席立刻告元大污蔑我們的主席 這個支持柯文哲應該要提告元大 因為元大說謊 你看也有這樣的留言 另外一個呢 他來講說拜託你說一下 為什麼元大否認曾經被你訪談過 為什麼只有一家星光來投標 你們不是訪談14次了嗎 聽阿伯講別人都刀刀見骨 講自己就聲東即西拉別人來說自己 這個也留的很犀利了吧 然後呢這邊還留說 為什麼私會審慶金沒有連政登錄 為什麼元大否認北市科 會議紀錄為何造假 哇這也是留的很犀利啊 下面北市科最大的問題是叫人去看會議紀錄 結果元大聲明否認 市府會議談北市科 會議紀錄羅生門不談 避重就輕講了跟沒講一樣 下面留言都留的很直接吧 所以呢除了這個柯文哲的小草之外 下面有很多人都一直在問啊 你為什麼只有彈星光 但你沒有彈元大 而且就算彈星光也大有問題 為什麼大有問題呢 來我們給大家看喔 就柯文哲這影片裡面 有兩塊我們之前在問 一直在提問的問題 柯文哲自己也承認啊拿兩塊 第一個他講到說這個T16 因為我們知道北市科有三塊土地 有T16 T17跟T18 那我們第一個質疑是問說為什麼只有T16來投的時候 要這個投資計畫書 T17跟T18不用 那柯文哲影片裡面確實也講到說 T16還有投資計畫書 但T17 T18看起來沒有 那他的解釋只是說 那兩塊反正就是價高者得嘛 但問題在於說 那兩塊價高者得 你裡面有沒有量身訂做的問題 才是大家要問的問題嘛 所以投資計畫書這一塊 其實坦白說柯文哲也是要說明 那第二個剛剛問題已經講過了 他自己裡面的很奇怪 談到吳欣營的時候 人家在問的 我們之前在問的都是 2019的時候 他是你的不分區的立委的名單 那2020的時候 看起來很多案子都跟星光有關係啊 都跟吳欣營家族的事業有關係啊 我們問的都不是2023 但他讀一讀你看 連標題都下到這裡 內定星光副手交換 這跟副手交換有什麼關係 他把標題故意歪歪歪歪在2023年 吳欣營當他的副首副總統人選 但我們在問的是 2019年他是你的不分區名單 為什麼2020的時候 這麼巧都跟星光有關係嗎 他們才是哥道賽德 是嘛 所以你看他下的標題本身 下面的網友在留言的時候 也沒有在客氣的嘛 但為什麼要秀這個手板 這個是 簡書培議員發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我們要講三件事情 柯文哲這些巧合 我把它叫巧妙的時數 叫巧妙的時間跟數字 什麼叫巧妙的時間跟數字 你都沒有回答嘛 第一個什麼叫巧妙的時間來 在11月啊 2020年10月15號 這北市科第二次流標 但是2020年11月11號的時候 北市科建議這三塊土地 這三個基地本來是合在一起的 那新受建議拆分 11月12號的促參會議 就真的拆分了嘛 這時間有沒有巧合 巧合啊 那為什麼給大家看 這裡面就是當時 台北市政府剛剛我們講的 那一位林玉宏 林副秘書長的會議備忘錄 好不好 會議備忘錄裡面 時間109年 就2020年11月11號 星期三下午4點 下午4點出席的人 包括星光人獸的代表 然後跟台北市政府產發局的人 好 下面記錄在哪裡呢 星光人獸訪談建議跟記錄在這邊 下面寫什麼 我把打圈的三個點 兩個點我把它打圈 那這兩個點為什麼打圈 第一個這個是裡面提到就是說 本來投資人就星光呢 要朝合作聯盟 但是時間不夠 什麼意思呢 時間不夠就是剛剛那個科長 其實也有講到的 就是星光本來想說 星光醫院可以去投標 但是星光醫院呢 他是財團法人 他要經過衛福部同意 運作的時間看起來是不夠的 所以他寫到裡面去 那這一件事情看起來呢 是有擋下來的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科長 對這個有意見 那但是第三個就是我講的 巧妙的巧合 什麼意思呢 這裡面講說星光的意見 三塊基地分拆招商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影片裡面 這個鍾小平議員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既然讓星光說各有特色 各有特色從哪裡出來的 就從這裡出來的 星光的建議說 這個考量招商條件的差異化 三塊基地各有特色 可以增加投資選擇的彈性 這句話在講什麼 就是建議你三塊基地 能夠把它拆開來招商嘛 你不要把T16、T17、T18綁在一起嘛 那這個是2020年11月11號的 會議記錄對不對 會議備忘錄 好來我們看時間點 這算不算巧合來 這一個啊 這個是跟台北市議員公佈的資料 是是11月12號2020年11月12號 台北市處參委員會 陳志明秘書長主持拍板訂單 三基地三塊基地 個別招商 這算不算時間的巧合 算吧 那請問這個時間的巧票的時間 柯文哲有解釋嗎 沒有嘛 那他前面解釋方式就是冠林講的 就你繞了一圈 他建議拆 我建議我把它合在一起 我把它合在一起 他又拆 但到最後結果就是 11月11號跟11月12號 這個時間的巧合 你沒有回答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 這一個呢 也是很有趣的 這一個數 這個就是最大最大 柯文哲迴避的問題 叫做元大人壽 什麼意思 對啦 就是這題啦 大家都在問啊 為什麼大家都要問 很簡單 你說有14個潛在的投資人嘛 但是問題是 你14個潛在投資人 受險業者只有兩家 一家星光一家元大 現在元大跳出來告訴你說 沒有 我沒差 那個地方我沒有要投標 我沒有興趣 所以你就真的只有星光人壽嘛 那請問那你在講的這個 元大人壽你有沒有回 沒有嘛 柯文哲沒有回啊 所以這個巧妙的巧合的部分 這是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巧妙的時數的部分是什麼呢 是這裡面 柯文哲說 這個市政府找三家不動產 估價公司來估價 這些估價師都有專業 為了還要考慮要吃飯 這是不是都柯文哲在影片裡面講的 都他講的嘛 但是問題是 估價師做出來的事 地價 注意看喔 北市科土地平均地價呈現 持續上漲 結果呢 你的權力金看起來是往下降的啊 請問一下 如果根據估價師的專業意見 你肚子下去 那你不是應該要往上嗎 為什麼你到這個權力金反而是往下的 所以呢 這個叫巧妙的時數上面的不合理嘛 然後最後元大的部分一定要補給大家看 因為這是這一塊柯文哲的影片裡面 迴避的部分 迴避什麼呢 我們在上禮拜有給大家看這三封Email 這Email呢讓大家看 Email的文件 再加元大的聲明 看起來都在打臉柯文哲啊 這一封就我們講的第三封文件 前兩封都是喔 你看喔 11月3號喔 我們剛剛講時間點是不是很巧 11月11號的時候 是星光仁壽給北市府意見的時候 就那個會議備忘錄喔 是 然後11月3號的時候 北市府其實 在等於說在11月11號之前 就寄Email給元大仁壽投資部的王副理說 他那個林副秘書長 市政府林副秘書長跟貴公司訪談 然後要約時間 第一次11月3號發了 看起來呢沒有回應嘛 那第二次11月5號發了 有沒有看到 再度更新第二封Email 然後第三次看到是元大仁壽投資部王副理 回覆台北市政府的 副秘書長辦公室說 與內部長官討論後 因本公司不參與後續投標作業 故本次的訪談將不參加 上請亮查 這個是元大仁壽的妹喔 直接跟你說啦 我真的沒興趣啦 不要再問了 然後呢 來再看喔 元大仁壽的聲明 第一封聲明裡面這是4月26號喔 兩三個禮拜前的聲明喔 第一次發 元大仁壽從未就該案 與科前市長或台北市政府有任何接觸 意味參與投標 這是第一封聲明 第二封聲明呢 這裡面聲明是什麼呢 就是元大仁壽主管 是在2020年12月16號下午4點左右 抵達市政府大樓討論 注意喔 不是北市科喔 討論內湖數位內容創新中心BOT案 然後呢 聲明人就是元大仁壽的人呢 他參與會議的時候雖然有簽到 但沒有留意簽到部錶頭記錄 也沒有事後收到會議紀錄 元大仁壽講的清不清楚 很清楚嘛 那所以呢 北市府的紀錄 柯文哲時代紀錄 跟元大仁壽這邊的資料 顯然兩邊是有衝突的 而且就這麼巧合的 在柯文哲的說要職求對決的影片裡面 沒有提到元大仁壽 請問他這樣算有說清楚講明白嗎 顯然是沒有的 最重要的 都漏糕都沒說啦 那那12分鐘到底重點在哪裡 現在外界還是有一團疑運 會覺得說到底柯啊 北柯市長你到底當時 有沒有圖利財團呢 這個你都能說成這樣啦 不過我們聽一下 人家黃國昌道德的玩人 人家是怎麼樣看待柯P的 人家是百分之百信任 柯文哲的親戀 我認識的柯文哲到現在 每一次跟他在一起 就是吃便當 而且吃很快 你們吃便當有吃得比阿伯快嗎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聊聊 現在519的海報被說是很像毛澤東時期 你會不會覺得又被抹紅 來來來來 他們都有準備 他們說他們完全是超民進黨的 被質疑519遊行文宣送共產黨海報 柯文哲扁出手版筆一筆 問和民進黨的差在哪裡 但網友質疑不只這一色 看開文宣 其實口號也被覺得怪怪的 除了一手握拳圖案 共產黨建黨90週年就出現過 口號打倒新黨國 啟動新台灣 類似毛澤東時代的 打倒美帝 打倒蘇收 或沒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讓論盈痛批 是想學中國黨國思想 鬥爭手法那一套嗎 賴清德總統就職前的前一天 發動這樣的遊行 是為反而反 為鬥而鬥 這就讓人想起是不是在學習 毛澤東 習近平這樣的一個 黨國思想 政治鬥爭的 這樣一個路線 只有藍白新黨國 沒有所謂的執政的新黨國 這一次沒有所謂的小草的禮物 小草的一個識別標誌 而是用黃國昌的所謂的國聰一號 作為現場的一個活動的一個禮物 柯文哲 柯主席在這個 黃國昌的場子裡面 要扮演什麼角色 我看起來也預營還趣 所以519來幫跟民進黨算總帳 那520又要政黨和解 張一善點出這回519小草霸主 南鬥已經換人燈 變黨團總召黃國昌 而且黃國昌還透露當初活動 想辦再凱盜 本來想要借的是凱盜 20的關係 所以我們4月的時候要借的時候 發現全面都管制 原本上建制總統府改辦在北平東陸 踩民進黨地盤 但之前被預估頂多1000人到場 捨吵氣呼呼 網紅館長陳之翰乾脆開直播做民調 結果投票2000多人 只有35%選擇要參加 差不多就是1000多人的數字 這個又不是我的活動 現場真的都沒有人 那的確也是好事啦 是不是柯文哲他自己方式要改變 這個阿伯的個性 其實溫大哥是非常了解的 因為你看看黃國昌在幫柯P 在幫他辯捕的時候 他說他相信柯文哲心肝很好的人 相信他百分之百清廉 為什麼呢 他有提到他們相處的細節 因為吃便當都吃得很快 說真的我不曉得 他這樣幫他解釋 到底是想要表達什麼樣子的意思呢 溫大哥 黃國昌想要表達 讓我想到是林彪對毛澤東在表達 這個歷史會複製 林彪當時發動五七一工程 就是要謀殺毛澤東 後來毛澤東反撲 所以剛剛一直提到這個文革 這文革的遺物整本書 裡面其實可以看得出 包括這個拳頭什麼的 這些標誌等等 這整本書包括郵票 所有的一切都在這個裡面 今天說這句實在 是 我真抱歉 怎麼說 因為我們新的人 出一個柯文哲這種的 剛剛一直提星光 為什麼叫星光 星光全身叫竹絲牌 因為竹絲就是新竹五火絲 新竹之光 星光淪落到今天在那邊炒地皮 跟五火絲過去 他要創業 創棚絲 要開旁邊 不夠 所以說起來 大家聽得不懂 但是 其實你只看五火絲 在那邊炒地 他為什麼在台北車頭 對面蓋那個大樓 星光三葉大樓 為什麼 他評審最大的心願 他說我帶的地方 我要看到台北市盆地 中間那一棟最高的樓 就是我蓋的 人家有這個骨折 有這個骨折 對 所以他不會亂來 所以你看後來台北市 車站旁邊在搞那個雙子星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本來也批給了 宜平海 後來發現他有港資 有中資的嫌疑 最後煞車是誰啊 是國安會 用國安因素踩煞車 不准你宜平海透過雙子星 插旗在我台北車站 所以剛剛提到說什麼 那個北市科 這一些什麼T17 18 19 後來去現場看 你有發現說 他就在那個星光醫院邊 星光醫院頭前那個康徒 本來星光紡織 剛才養蟲子養二十幾年 五歲在學的時候說要去病院 但是對星光的人來說 後面的人他們就覺得說 炒地皮好啊 所以剛剛講的一大堆 講這話我是覺得 很延期啦 那當然現在說五一九 五一九 文大哥你覺得 科匹現在這麼多案件 五一九又又辦得起來嗎 你覺得響應的到時候響應的小草 還會有多少人呢 五一九我要說 我們看歷史啦 為什麼叫五一九 王美秀現在也創一個紀錦花 就是鼓吹五一九這天的紀錦 五一九是什麼 是鄭南龍出山的時候 在凱道這個戰役法在那製焚 抗議國民黨的體制 有一個是在 萬華的龍三七 東華第一次住在那裡 聚集抗議國民黨 競爲起來 再來最關鍵的一張 一九八六年 一九八七 包圍國務紀念館 五一九 長命多大 各位看這張 這是聯合報編的年建 聯合報編的年建 一九八七 民國差不多七十五年 周圍大概是 一九八七 就是解嚴之後 所以能夠大規模集會 我們都在現場 無意不宜 我們的龍三七 我們的戰役法出山的時候 都在現場 你現在民眾黨 你要弄一個五一九來跟民進黨之前辦的五一九 那不是小吳建大吳啦 群眾運動 在外國人做得很好 就是沒有私心 沒有私心 沒有私心 就像說 戰役山都要說 阿伯 不是我們的 這個這個 吳部長都要說林伯 阿伯去私會 私會 因為你只看蔡衍明 蔡衍明 中國時報老闆喔 大家開直播 講了好多啊 說說這個 這個這個 柯文哲啊 都這樣 要九點八 十點八 後面 偷偷損起來 頂頭給我吃飯 跟蔡衍明吃飯 人家都要嚇人吞吳宴 不會啦 人吞吳宴是要表演給你看啦 這雙面人 三面人 四面人 他現在變在四面活啦 我會覺得說 台灣人本身眼睛要金啦 民眾人還要不然 台灣會倒 五一九 現在民眾黨 就是要號召小草來抗議啦 可是方倫 昨天聽那個館長直播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因為館長他直接在直播當中做民調 結果統計結果 他那個聊天室裡面 大概兩三千人在看 然後最後是35%投說 可能會出席五一九 當然這就是一個網路很有趣的民調而已啦 可是也顯示說 是不是這一場的熱度 真的不夠高 尤其這個台北市的警察局長 八千八就給人家預估 大概才一千人左右 就漏氣了 來方倫 我先幫館長說明一下 他當時聊天室兩千四百多人 乘以35% 八百六十五 八百六十五 我幫他簡單算過了好不好 湊個整數 九百 四十五五一千 好不好 怎麼辦 跟警察局長 算起來也蠻像的 跟張榮欣估的差不多 對對對 代表說我們警察局長 非常有經驗 也有在關注館長直播 我覺得今天五一九這個遊行 如果這些是真小草 真的挺小草的人 是 早上七點半吧 嗯 好不好 七點半啊 七點半啊 陪柯文哲一起上班啊 對不對 這當然這是個梗啦 可是我覺得今天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的風向聲量 還他自己的表現 在過去這三四個月當中 是呈現崩盤的狀況 有人說他是交割股了嘛 對不對 可是你要去看 王世堅說他要全額交科 全額交科了 一月份的時候 尤其是選前最後兩個禮拜 也就是一月一號到一月十三號 不開玩笑 大家那時候可能手機影片 或者都有看到 很多夜市啦 人潮汹涌的地方 或者看到小草那邊 票投柯文哲 一起票投柯文哲 對不對 你跳得很好欸 發文 因為我跳 我覺得他好像民眾黨 是啊 我現在有點擔心你 對裝上國民黨 我是兄弟的好不好 不一樣 這個源自於陳子豪 世界名曲 可是要搞清楚 當時那個聲量 當時那個動能 當時柯文哲 打給大家的旗號 我就是公開透明嘛 科學理性務實嘛 當然 來 請問一下 過去三四個月 科不科學 理不理性 務不務實 公不公開 透不透明 我們剛剛講 不管北市科 不管他有沒有會見元大 不管他有沒有會見 所謂的輝晶集團等等的 我們就看到他一個一個一個 都在打自己的力 哪一行有做得到的 要講出來啊 所以我會很疑惑的是說 今天柯文哲他開這個直播 十二分鐘 全部都在幹嘛 勸服小草 告訴你小草 請繼續相信我 很好 我覺得沒有問題 這個在鞏固基本盤 對不對 可是你這些小草的力量 傳播力 跟當初選錢比 是差距非常大 如果今天你很堅持說 519你要辦這一個遊行 如果數字真的就被卡在這邊 又不夠力量又不夠大 現場的人舉的不是小草 都是衝的話 哇糟糕了 你接下來一個月 你會被媒體更看誰 會被其他的政治人 會覺得說 你的政治動能就這樣 我最後再補充一個點 剛剛千萬各有提出 非常多的證據 就是在講他跟財團的過程 我覺得其實要投資方 本來就應該要多去詢問 看看你是有能力投資的嗎 你們是不是有什麼需求 是否怎麼樣可以協助 OK 都沒有問題 當元大今天是用公開信 直接跟你講 你講的都是錯的 我是上市上會公司 人家還發重訓 人家發重訓 這個事情影響的 我跟你講元大緊張的 比你民眾哪還緊張 當然 為什麼我不想跟你柯文哲綁太緊 還得了 要是被人家講 我好像跟你柯文哲 多麼麻吉來麻吉去 對於元大來說 可能傷害遠大於這一切 所以今天當元大也好 今天當小草也好 今天當過去的柯粉也好 沒有辦法在519之後 幫他把那一場的量能擠起來 不好意思 我覺得柯文哲 他的聲量全額交割之外 馬上下市 柯文哲現在519 這個算是要抗議民進黨 520也要去參加就職典禮 好 那問題來了 現在國民黨有要去 國民黨到現在 現在還在中毒 到底有沒有要去呢 我們稍後回來 一起來討論 上個禮拜一就是520了 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清皇哥 我們從這個就職典禮當中 誰去誰不去 沒有想到討論到最後發現 國民黨現在領頭羊換人當了 因為到目前為止 朱立倫好像還沒有給大家一個 清楚的交代 不知道現在到底要去還是不去 可是呢 讓盧秀燕非常的果斷 大概已經前兩天就表態 他會跟議會請假 人家他確定要出席喔 哇 盧秀燕一讚什麼了 你看看 後面講完本地不去 現在也說 我們條條看行程 然後張善政今天早上也說 我們用祝福的心情 我們要來出席520總統就職典禮 所以這些人現在是跟著盧秀燕後面嗎 我請教一下清皇哥 當然是跟著盧秀燕後面 而且這個味道鋪陳的還非常的直接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呢 讓大家最訝異的是 520賴清德的就職典禮呢 竟然是中國時報的社論 是最挺賴清德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裡面呢 我光是給大家看三個部分就好 你從這三個部分去看 你看到底有多挺 挺到你會嚇一跳 為什麼這樣講呢 第一個 你看 標題的部分 杯葛520 國民黨將成歷史罪人 歷史罪人 歷史罪人四個字都用出來 請問這個嚇的用詞夠不夠重 很重嗎 方倫都流汗汗 歷史罪人 如果國民黨禁止的話 就變歷史罪人 這是第一個 這是光是標題的部分 就讓你嚇一跳對不對 很驚悚對不對 好 第二塊 第二塊呢 他說如果不去 就是藍綠惡鬥 是阻礙台灣的進步 這段特別點名 他點名誰呢 來一個個看 他點名說你看 台北市長蔣萬安以市政行程為理由 表態不參加 黨主席朱立倫說未收到邀請函 整體而言藍營傾向不參加 注意看重點在這句 只有台中市長盧秀燕獨樹一致決定參加 請問這一段到底是在捧誰 你很明顯 看起來前面看起來是要捧賴清德 但其實這一段看起來是要捧盧秀燕 而且這透過盧秀燕給其他人壓力 他說意思就是 你講話如果以行程為理由不參加的話 你這個就是藍綠惡鬥 朱立倫講說你如果沒收到邀請談 不參加用這個理由的話 你就是藍綠惡鬥 所以他下一個標題叫做藍綠惡鬥 阻礙台灣進步 好這是第二塊對不對 再看第三塊 第三塊哇這詞更重 大是大非不要為反對而反對 哇這個字更重 為什麼這字更重呢 他裡面的邏輯在這裡 你看一個分裂的台灣 因為前面講藍綠惡鬥 會讓台灣失去談判的籌碼 接受被中國被統一的命運 哇 這真的是忠實的社論是不是 對你看這個中國時報社論 哇這個你想說這個這個邏輯 竟然是出現在中國時報裡面的 就藍綠對抗會導致台灣被中國統一 但等等奇怪 忠實以前立場在我們認知裡面 好像是比較傾向於統一的立場 結果在裡面竟然是替台灣的立場 擔心會被統一 這讓大家嚇一跳 然後在這邊要幫大家平衡一下 幫誰平衡呢 幫蔣萬安平衡一下 因為他說他要調整行程 幫朱立倫平衡一下 因為他收到他收到邀請談了 這個邀請談如果朱立倫呢 再說他沒收到就不合理了 因為連我都收到邀請談了 這個我今天早上收到邀請談了 我都收到朱立倫如果再說 他沒收到邀請談的話 那表示呢 這裡面肯定有人在說謊 所以朱立倫 親王哥會去啦 我會去啦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朱立倫這個講法 這個你會發現 在中國時報裡面點名說 點名他這個 沒收到邀請談當理由 這個藉口也不能了 所以朱立倫也改說他有收到邀請談 但是會不會參加呢 你可以看到朱立倫現在也還在評估當中 但是你如果沒有去的話 我只問一件事情 台灣的中間選民會希望 這個國民黨去參加還是不要參加 當然是希望的嘛 怎麼會希望這個時間是對立的氣氛比較重 所以呢520呢過去對 確實呢這個有在總統競選裡面 如果是選輸的那一方 過去的紀錄裡面看到 是朱立倫沒有出席 出席蔡英文總統的就職典禮 韓國瑜之前也沒有出席 但是如果現在 因為兩次選舉啦 因為2016蔡英文跟朱立倫選 朱立倫輸沒有去 2020蔡英文跟韓國瑜選 韓國瑜因為落選 所以也沒有去這樣 是所以前幾次呢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其實藍綠的雙方看起來都沒有去的狀況 但是現在顯然氣氛有變 那為什麼氣氛有變 尤其是盧秀燕開出了這一槍之後呢 看起來對其他人來講有沒有壓力 當然有壓力三大 大家之後都要面對選舉的考驗嘛 尤其是忠實在開的這一槍 杯葛520國民黨將成歷史罪人 這個我們就問問現場方倫 歷史罪人這四個字你擔得起嗎 你擔戴得起嗎 我沒有收到邀請他 但是朱立倫到底現在態度是怎麼樣啊方倫 其實我會覺得說今天朱主席他的立場 他在過去也說明了 他是一個在野黨主席 他是一個監督的立場 那最主要是我們現在在立法院 在國會提出來的一些 包含要邀請賴清德總統 我們未來的總統 要到立法院去做國情報告 這個部分現在雖然已經大部分有共設 但細節部分其實還有爭議 細節還要再討論啦 對 所以我會認為說今天朱主席 或者是立法院黨團 其實可以拿出一些幾個項目 那如果這些 因為我們希望520這一場是一個所謂的 藍綠和解嘛對不對 那既然要和解本來就要大家各退一步 如果這個方面有共識有方向 我覺得不是不可以 來 這個冠婷 我們簡短補充一下 因為你知道現在國民黨現在壓力很大 人家忠實社論協 你不去歷史罪人欸 誰敢飛 你看一下洪孟凱 這連工也要再選了 他說我們不出席不代表杯葛啦 520前還有黨團大會 是不是還會再討論呢 我們都尊重所有黨團成員的決定 你看吧 現在要再討論了 我簡單補充 現在出不出席就職大典 總統就職大典 有三個等級 依照洪孟凱的講法 第一等級就是有去出席 第二等級叫做不出席但沒杯葛 然後最下方的最討厭你的就是有杯葛 我們在阿伯總統時期呢 國慶跟相關的典禮都有被杯葛過嘛 一堆立委跑來跑去大家都還記得 所以現在國民黨看起來態度是這樣 壓力來了啦 這壓力真的 因為大家搞得清楚一點 壓力超大的 520不是賴清德的就職典禮 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的就職典禮 這件事情 腦筋清楚的秀一下風向 盧秀燕 盧秀燕的鼻子秀得比誰都還要0 那個他一來 來我問一個問題 黨團你有辦法處理嗎 傅崑奇說叫大家不要去 假設喔 台中的F4要不要去 廖偉翔 黃建豪 羅廷偉 對啊 盧媽媽去了 台中F4不去嗎 你要不要去 F4一定跟在盧媽媽後面嘛 所以老實講 不希望你這招出了之後 黨團會議裡面一定壓力非常大了 因為人民最後還是有一個底線 就是說你政黨有不同立場沒關係 可是國家元首的就職典禮 你帶頭杯葛這個是沒道理的 國民黨壓力來了啦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了解 這禮拜真的是非常熱鬧耶 5月18號最新的消息 台北市警察局已經核准了4X貓 去申請的這個徐曉心家門口的路權囉 所以518 4X貓申請到路權 519 民眾黨要去民進黨那邊踢館 520就是就職典禮 整禮拜這個六日通通 六日一通通都有重要的事情發生 我覺得剛好520之前這禮拜中有一些新聞 因為19號你看小草要出征了嘛 是啊 然後再來就是18號呢 往前推禮拜六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各位看一下剛剛最新的 警察局已經核准了4X貓的拍攝影片的這個路權 所以很多網友現在就在網路上說 如果5月18號4X貓要去巴德路市段那邊拍影片 他們要全部路過去看一下4X貓長怎麼樣子 對對對 明星見面會的感覺 對對對 也可以啦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所以路權這個東西當然固然重要 但是我要問徐曉心 為什麼今天會鬧成這樣的狀況 對啊 你無緣無故去指代人家說你對跟燒法的問題 所以4X貓用這個手段我覺得很好 再來我要再講一件事情 他並沒有披露你家弟子 人家是有把你的弟子擋起來的 還有稍微碼一下是不是 昨天有正論節目說他那個房子到底有沒有在住 你要不要拍攝一下內部狀況 到底是攝影棚還是住家 我覺得這個你都很好對外去講 第二件事情是520這一個事情 我覺得現在大家一定會跟盧秀燕的瘋啦 因為盧秀燕很清楚啦 他未來路就是要做國民黨的領導者 尤其是他2026屆滿之後 他絕對會走他自己的道路 所以他這時候要到台北來 各位去思考其實很簡單 就光看說國民黨有什麼人 在這時候要跟風 本來洪孟凱出來講說沒有 我們黨團已經決議囉 我們是很無言耶 我們很無言 無法去參加 然後藍營就去說以前馬英九要上任的時候 綠營也怎麼做喔 結果現在盧秀燕開這一槍 我想問一件事情 你國民黨張善政要不要連任 那你國民黨其他縣市首長要不要連任 他不來你看 大家都在調整行程 所以我想問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你現在是跟黨中央不同調嗎 對啊 人家那個五一九 人家柯文哲開記者會還說 我們要祝福這個賴清德是草根 說要草根我就氣 我2002 2012年成立草根協會 是幫厚隆的這個十虎園區 我們出來抗爭 結果徐小新也用了一個草根協會聯盟 草協 然後現在柯文哲又拿去用 說要成立要大家這個草根性的站出來 我想問草根是一種運動 是一個不合作運動 我想問柯文哲 那你所謂的草根是要合作還是不合作 即便現在其實柯文哲跟民進黨的關係 是滿尷尬的 不過文大哥 人家柯文哲應該不會 就是民眾黨也是決定要去 現在警察就查國民黨 朱立倫不曉得態度怎麼樣 可是國民黨未來的領頭羊 其實也可以講現在的領頭羊了 人家盧修院要去一聽到這樣 那講我們現在回該行程 行程要調整的話 要去也是可以的 文大哥怎麼樣看 他買來買來都沒關係 因為黨中央政府是在民進黨控制 你地方你這些諸侯 你要變成葉爾新真拚 但是我提醒各位 18號的重頭戲 不是在那個什麼貓的那個Cat Fighting 是要看這個太平島 立委要去太平島 對 他們有個團要去太平島 18號520的這個重頭戲 禮拜日 我們要知道 他們要來不來的時候無商 520本來就是台灣的大事 剛剛一直提到 為什麼大家要關注 面對未來兩岸的情況 為什麼說《中文時報》 這是標題 是啊 國民黨將成歷史罪人 為什麼 大是大非 莫為反對而反對 台子黑字 通好清楚 中時社會下的這個標題是非常重的 請大家 我們在今天節目節目節目 多謝